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复习单侠缝绕色的公式 那首先我们回顾一下 高1的时候我们直接把单侠缝绕色的绕色图形背起来 那它绕色的结果像最右下方这张图 就是中间会特别宽 亮纹中间的亮纹特别宽 然后两边的亮纹比较窄 那呈现的是中间两倍 然后两边的宽度都是一倍这样子的分布 那高1的时候是直接背起来 没有解释为什么 那到现在高3我们就可以来解释一下 那有些同学可能会有疑问 一直从高1一直以来的疑问 就是干辖缝怎么有办法呈现出明暗相间的条纹 如果是像上个单元双辖缝干涉 从波源从辖缝1到萤幕上批点 和辖缝2到萤幕上批点 如果是波峰遇到波峰 或是波谷遇到波谷 就会是亮纹 那如果是波峰遇到波谷 就会是暗纹 这样很好理解 因为它就是两个波源发出的波 在萤幕上的不同位置 有可能是相消或是相涨 那可是今天 单辖缝就只有一个缝 那只有一个缝 是不是只有一个波源呢 那这样怎么会有波峰遇到波谷 才会呈现暗纹呢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真的解释它 好那首先呢 就是刚刚那个问题 一个同调光通过单辖缝 是只有一个波源吗 其实是可以把它看成 无穷多个点光源 这里就是一个狭峰 那我们把狭峰上每一个点 都视为一个点波源 然后这些点波源到批点的波乘差的不一样 那这些所有的这些所有的点 全部的波到批点全部都干涉 全部都叠加 最后决定批点是亮还是暗 所以其实就是要分析 不是只有两个波源而已 是无穷多个波源 那无穷多个波源 不会很难分析吗 的确它有一点点难度 但也并不是特别难 那我们就来慢慢的介绍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 一样的近似方法 就是我们的狭峰宽度叫做A 然后狭峰到萤幕的距离叫L 它批点在这个萤幕上Y的位置 而狭峰的正中央到萤幕的正中央 萤幕正中央这里叫做Y等于0 然后P点在Y的位置 然后我们用一个近似 就像双狭峰干涉那样 Y是原小于L的 Y是原小于L Y是公分 L是公尺 所以至少差个100倍左右 那所以这个θ其实蛮小的 θ其实蛮小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两道 这两条线 红色这两条线 近似为平行 虽然它不是真的平行 但是它 就是角度差很少 角度差很少 所以它是几乎平行 可以去回顾我们 看双狭峰干涉的影片介绍 好那如果说这两道光是平行的话 几乎平行的话 那这个角 圈起来这个角 它的内措角就是圈起来这个角 然后也会等于这个角 也是等于圈起来这个角 这都跟我们双狭峰干涉的影片介绍一样 所以这边如果不太熟 可以回去看 双狭峰干涉的影片 好那所以我们要找波层差 波层差一样也是写成 那个某个东西的三角函数 那今天这个变成狭峰宽度 而不是狭峰间距 这个地方 当a乘上sinθ 那就会等于这个 最上面这点 和最下面这点的波层差 逐 所以逐就写成asinθ 然后在 y原小于l的情况下 θ很小的情况下 sinθ 再近视为tangθ 那tangθ 就可以写成l分之y tangθ就可以写成l分之y 所以波层差 最上面这点 和最下面这点的波层差 就可以写成asinθ 然后也可以写成a乘上l分之y 好那接下来就来开始 分析这无穷多的点光源 首先呢 我们可以想说 如果要产生暗纹的话 那一定是破坏性干涉 那破坏性干涉的话 最简单的想象就是 有一个波峰 遇到一个波谷 对不对 那今天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看了吧 这个 这一整束光呢 把它切两半 切两半 就是分成上下两区 然后第一个点 看最后一个点的波层差 是差一倍波差 波层差是差一倍波差 然后中间这一条光 它跟第一个点 的波层差就是差 一半的波差 就是半波差 这个是重启的关系 可以看出来 如果第一个点 跟最后一个点的波层差 是差一倍波差的话 那一半的位置 这个位置到P点的波层差 跟最上面这个点 到P点的波层差 就差半波差 对不对 因为这样子 这个三角形 底下是 底下是浪达的话 上面中间这个位置 就二分之浪达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分成上下两区的好处 就是这个方块 空心方块 它如果到P点是波峰的时候 那底下这个实心方块 到P点就是波谷 因为它们到P点的波层差 差了半波差 那这个空心三角形到P点 如果是波谷的话 那实心三角形到P点也 就会是波峰 就是因为它们差半个波差 它们的波层差差半个波差 所以我们就可以想成说 这个空心的方形 和实心的方形 在P点它会相小 因为它们的波层差是差半波差 然后空心的三角形 跟实心三角形 到P点的情况 也会相消 所以就是两两相消 两两相消 那结果上面这区 和下面这区 就全部相消了 所以这样就可以产生暗稳 所以我们说 波层差等于一倍的 最上面这点 和最下面这点的波层差 如果是一倍的 Lambda的话 那它就会是暗稳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如果是最上面这点 和最下面这点 是差两个Lambda的话 那一样 就是最上面这个光 到P点是差两个Lambda 然后我们一样画一些辅助线 然后还有三角形 那画完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说 如果第一个点和最后一个点 波层差是两个Lambda的话 那一样把这整个区域分成两区 那分成两区的话 中间这个点 中间这个点和第一个点 的波层差就是Lambda 因为第一个点和最后一个点 波层差是两Lambda 那它跟中间这个点就差 波层差就差一Lambda 这个完全是 相似三角形的关系 那 这个如果是差一Lambda的话 那上半部的这两区 它的处理就跟 左边这张图一模一样 就是两两相消 两两相消 所以上面这两区就消掉了 到P点 就会是破坏线干涉 那下面这两区呢 下面这两区 我们再多画一个辅助线 多画一个辅助线之后 我们可以从相似三角形发现 这个三角形 就跟上面这个三角形 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所以第三区和第四区 它们的波层差是差一Lambda 所以这个底下这里 第三区和第四区 它的处理方式 也跟左边这张图一样 所以上面两个区 在P点会相消 那下面两个区 在P点也会相消 所以这四个区 到P点就消光光 所以在P点 就会是破坏性干涉 所以整理了之后 我们就发现 它不是这个半波长的激素 被产生破坏性干涉 它的波层差是 波长的整数倍 才是破坏性干涉 跟双霞凤的干涉情况 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当第一个点 和最后一个点 波层差是整数倍波长 那就是暗纹 那N不能等于0 N如果等于0 应该会是量纹 这时候我们来看底下量纹条件 量纹条件是这样的 两两相消 剩下的 没有被消掉的 会做不完全建设 我们刚刚说 暗纹条件是两两相消 然后全部消光光 但是量纹的话 我们也是类似的方式 就是去给它分区 那两两相消 最后看看 有没有消不掉的 那消不掉的那部分 就变成了量纹 就变成了建设性干涉 那首先我们刚刚说 虽然波层差 最上面和最下面的波层差 等于 M让达等于整数被波长的时候 会是暗纹 可是不包含0的情况 因为如果 最上面和最下面波层差是0 那代表 全部 代表每一个点的波层差都是0 因为最上面的波层差是0 代表它是直指的射出 几乎水平的射出 那这时候每一道光到P点 几乎没有相位差 几乎没有波层差 应该说几乎没有波层差 那这时候它应该是建设性干涉 所以 当第一点和最后一个点 波层差是0 那是属于量纹 这个是比较特别 那再来呢 如果是 刚刚我们有讨论整数被的波长 是暗纹 会产生 应该说 第一个点和最后一个点的波层差是整数被波长的话 会产生暗纹 那我们还没有讨论的是半波长 半波长的话 会不会是产生量纹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好 这张图 这张图底下的这张图 它是 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和最后一个点 波层差差半波长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 可以这样做 把一些 把一些符号写上来 这些符号代表 不同位置发出的光 那如果第一个点和最后一个点是差半波长的话 那第一个点和最后一个点 在萤幕 在P点上 的确就会相消 那可是只有这两个点相消 就只有空心方形和实心方形 在P点相消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会找不到相消的对象 那这样讲有点模糊 所以我们画一张图在旁边 就是 如果方 空心方形 空心方形到P点的时候 如果是 如果是波的状态 如果是相位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比它 下来一点的位置 这个三角形到P点 它的波层差 应该 它的波层应该会比这个 空心方形要长一点点 对不对 因为三角形方形 这个 这个空心方形到P 和三角形到P 距离应该是不一样 那三角形到P 可能它的相位是长这样 就跟空心方形不一样 那同样的道理 三角形之下的空心圆 它到P点的相位 也跟空心三角形和空心方形是不同的 那只有最下面这个位置的实心方形 它的相位才刚好跟空心方形是相反 所以第一个第二个 不是第一个第一个 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在P点会相消 可是中间的这些都不会 中间的这些在P点都没有相消 可是也不是完美的建设性干涉 因为它们每一个位置的相位都有点不同 所以同学可以多看看这张图 然后仔细的思考看看 是不是这个空心三角形 空心圆形等等 在P点是不完全建设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 它几乎是没有相消的 所以这个情况就会产生量 就是第一点最后一个点的波成差 差半波长就会是产生量 然后接下来如果是差整数倍波长 那就是产生暗 那所以下一个讨论的是 1又2分之1波长 1又2分之1也就是三倍的半波长 那三倍的半波长 第一个点和最后一个点差三倍的半波长 波成差差三倍半波长 那我们的做法是把它分三区 把它分一二三三区 然后根据相似型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最底下是2分之3 那三分之2的地方 三分之2的地方波成差 就会是一个浪达 这个是从三角形的相似型来看出来的 对不对 这是2比3 那这里就是2比3 所以中间这个位置的长度 就是最底下的三分之2倍 那如果最底下的这个长度是2分之3浪达 那中间这里就是浪达 那既然中间这里是浪达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三角形 是不是就跟这一张图一样 所以也就是说第一区第二区会相小 第一区的空心方块 跟第二区的实心方块相小 第一区的空心三角形 跟第二区的实心三角形相小 所以两两相小 最后第一第二区在P点是破坏性干涉 那只有第三区 第三区就没得消 那第三区的话 第三区的话 如果真的画个辅助线 那它的这个空心方形 跟最后一个点 他们的波成差就跟左边这张图一样 所以最后一个位 最后一区 最后一区它到P点是不完全建设 不完全建设 所以这个情况的确 就会是剩下量的部分 没有完全向消 所以综合来说 就是当第一个点和最后一个点 是半波长的基数倍 那就会是产生量纹的情况 可是呢 我们刚刚又说中央量纹是整数 是零 零的情况是中央量纹 然后可是半波长的时候又是量纹 所以这样就会有一点点特别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点和最后一点 波成差是猪 然后如果他们是差整数倍波长 那就是产生量纹 如果他们是差零波长 就是波成差是零的话 那是中央量纹 如果他们是差波成差是一倍的半波长 还是量纹 然后如果是差两倍的半波长 就是暗纹 然后如果是差下一个 以二分之一浪达为单位的话 下一个二分之三浪达又是量纹的 所以他们会有一点特别 就是从中央量纹 波成差是零 到波成差是半波长都是量纹 然后波成差是一倍波长的话是暗 然后再波成差是一又二分之一的话 又回到量 好那我们待会再强调这一点 我们先把这个公式推理出来 既然我们把波成差条件都写出来的 剩下的就是把这个 这个式子的Y表示出来 那就一样跟双峡峰干涉一样 把L乘到猪这边 然后A除过来 所以就会变成猪去乘以L除以A 就会是Y的位置 所以N倍的Lλ除以A 就会是暗纹 然后2N加1除以2 这是N等于12345 这是一个二分之奇数 二分之奇数 二分之三 二分之五 二分之七 的情况 Y等于二分之三 二分之五 二分之七等等等的情况 乘上Lλ除以A 这样就是量纹 上面这是暗纹 下面是量纹 那为什么会长得跟双峡峰干涉 有一点点不同 因为我们如果回去对照的话 双峡峰干涉的暗纹 这边是减 这边圈起来是减 那原因就是我们可以看 右边这张图 我们刚刚说如果 第一点和最后一点的坡层差 如果是差零的话 那就是中央量纹 可是如果差二分之浪达的话 还是量 还是量哦 然后差整数倍的坡场 才会出现暗 然后再来是 再差半坡场变成一又二分之一 就是二分之三的时候 又变成量 所以我们这边的这个 这些横线代表就是坡层差差半坡场 差半坡场 那一开始零的时候是量 然后差半坡场还是量 然后再差半坡场才是暗 然后再差半坡场是量 差半坡场是暗 半坡场是量 所以中间这边就会有点特别啊 中间的话它就会是 会是比较特别啊 就是 呃 它的宽度 它的量纹的宽度 就会是 就会是两倍于其他的量纹 因为两 其他量纹都是暗到暗 暗到暗 然后他们如果用 波层差来表示 就是差整数倍坡场 可是 唯独中央量纹呢 它是差两倍的整数倍坡场 所以它才会产生这样的图形 好 那时间也花的蛮久了 那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那同学可以再暂停 把自己思考看看 最重要的就是 把下面这个记起来 我们再多写一点点 就是 这个上面这个是暗 然后下面这个是量 对 然后我们刚刚说 要解释为什么这边是加 因为 如果这边是减的话 n等于1的时候 它会对应到1 2 如果这边是减的话 圈起来这里是减 那n等于1的时候 就会对应到1 2 如果这边是减的话 对不对 如果这里是减的话 当n带路1 就变成2乘以1 减1除以2 变成2分之1 可是2分之1并不是第一量纹 2分之1并不是第一量纹 它还在中央量带的中间 它还包含在中央量带中间 之间 它还包含在中央量带里面 所以第一量纹 反而是从2分之3开始算 2分之3个半波场的波层差 才是第一量纹 所以这边才会是加 所以这就是 单狭风落车它比较复杂的地方 那也许 没办法一次就看懂 那同学也许可以暂停 或是重复听听看 好 谢谢同学